我现在要稍微介绍 就是说我最主要的目的 做档案标准化 就是要把他的什么标题 做什么事情 去做所谓的一个标准 所以干脆我自己打 我觉得会最好 而且我都定义出来 他的这个第一格 就是叫区别 第二格叫村里数 林里 林数 户数 人口数男 人口数季 人口数男 人口数女 好 我们现在要先做一件事情 做什么事 不管刚刚游标在哪里 我要录第二个巨集 第二个巨集做什么事情 就是先把这个区域 做常用清除 清除格式 可以吗 先做这件事 就好了 好 所以我先还原 我要把他录起来 所以我现在就用第二个巨集 来做这件事 开发人员 录制巨集 他叫巨集2 确定 然后从第一列选到第四列 这已经被录进去了 从第一列选到第四列 然后去做常用清除 清除格式 然后接下来开发人员停止录制 然后聚集2 然后聚集2 编辑 请你写 做什么事情 清除格式 清除标题 然后做一件事情 然后做一件事情 做什么事 复制这里面的内容 复制这里面的内容 复制 贴到这个的后面 贴上 有听得懂吗 因为刚刚的聚集1的下面 我要塞这些内容 是这样 这样懂吧 这样我 我这样一步一步带你们去做 最后目的就是把这个档案 存成CSB 把这01工作表 存成CSB就对了 好 关掉 然后储存 清门动手做 好 好 好